两千多年前的字体 历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他发现六国的文字都不尽相同 他决定进行一个书童文的工作 所谓书童文的工作 就是把六国的文字重新加以整理 把它改成通通都一样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标准字体一样 他命令当时的宰相李斯 把他的文字刻在全国各地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还可以在大陆找到很多当时的石头 字到现在也还看得到 很特别哦 这些文字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就是用画的 而且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左右对齐 那线条啊一定要粗细一字 那字的外形啊 大概就是 四比六 就是宽度是四 那长度是六 这规定的还蛮严格的 因为是用画的 所以问题就来了 他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而且要画的很规矩 那花的时间更久 可是偏偏那时候战争刚结束 秦始皇焚书坑儒 所以他的监狱人满为患 每次要记录这些 这些我们现在叫笔录 都抄都抄不完 实在很麻烦 根据历史记载 当时有一个人叫陈鸟 因为犯了一点小错 就被关到监狱了 那关啊 听说他关了十年 听得有点夸张 不过他关在里面啊 听说闲来无事 这怪怪的 被人家抓去关 怎么会闲来无事啊 以前的监狱啊 大概都要去做苦工啊 哪有闲着无事 所以这传说有点怪怪的 不过没关系啦 听说在里面啊 他闲着无事啊 看到那些字啊 就觉得讨厌 话来话去 话来话去 很浪费时间 他是一个读书人 他决定将这些字啊 重新再加以整理 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 他把当时的字啊 整理了三千多字出来 然后再请人 送给秦始皇看 没想到秦始皇看 非常高兴 他觉得这个字 好 速度又快 又漂亮 于是就设了 陈鸟的罪 所以现在我们都说啊 陈鸟这个发明历书啊 其实用发明比较怪 还是应该用说 他整理历书比较好了 这是比较好的说法 历书跟段书 有很大的差别 历书 最大的特色就是 蚕头燕尾 前面像蚕宝宝的头 后面像燕子的尾巴 这是模拟的啦 其实看起来也没那么像 第二个 他字写起来扁扁的 跟以前 秦始皇时代的时候 拉长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对齐是用左右去对齐的 上下会距离的很开 这是他的特色 所以因为差距很大 一般我们给他一个称法 叫做历辩 这个文字叫历辩 那为什么叫做历书呢 这个历有奴隶 就是有些犯罪的意思 那陈鸟当然因为犯罪被关 所以他发明的书 当然叫历书最适合 当然也有第二种说法 就是说当时因为管理这些犯罪人 所抄的这些文字啊 就是现在的笔录 抄的人抄得很辛苦 他的目的是为了管理这些人 犯罪的人 所以这些书啊 是为了专门记录这些事的 所以我们叫做历书 这两种都有人在说 而历书的演变到的汉朝的末年 汉朝末年 一般汉朝都写历书 但是汉朝末年的时候是写的最好 有几个碑非常具有代表性 像以音碑 使臣碑 李契碑 这些都是后世书法家所临摹的对象 目前啊 这些石碑还完整的保留在 山东区富的孔庙里面 那边有个汉碑室 专门放汉朝这些碑科 当历书的这些经典代表作 完成以后 其实历书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隔了几年 就是所谓三国时代 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凯书 历书就没有人写了 从此以后 接连了两千多年 没有人会写历书 这时间非常的久 一直到清朝 出现了一线曙光 这个清朝啊 就是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 那个满清 就是清朝 那个时代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叫正福 他也尝试写历书 他写的不错 不过怪里怪样 还不错 等他死了以后 又出现了一个 扬州八怪里面的一怪 听到这怪之后 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怪 这个叫金龙 他写历书 他的历书更夸张 看起来完全不像历书 但是他说 我这个是历书 因为当时真的 大家都不会写历书 他这个书写得非常特别 后人就给他一个名叫七书 因为横的 就好出好出好出 细直的 竖画就好细好细好细 这个很特别 历书单单靠这两个怪里怪气的模样 是没有办法振兴的 还好 出来一个叫邓石鲁 在乾隆时代 出现一个邓石鲁 邓石鲁非常用功 他复兴了历书 而且他发现历书要怎么写才好看呢 原来历书一定要用一样好笔 他认为 第二个 一定要用会吸水的宣纸 会晕开的宣纸才好看 这两个观点很特别 因为早期很多人写字 那个纸是不太晕的 不太晕写起来不好看 第二个 有人是用比较硬的笔来写历书 也不好看 出出操操也不好看 他发现用 洋好笔 大的洋好笔 配上柔软会吸水的宣纸 写出来是最好看 从那个时候开始 历书啊 就变成一个很通俗的字体 因为大家突然发现 原来历书是这么的好写 只是以前方法不对 所以邓诗录在 历书的振兴上面 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从邓诗录以后 还有 后代出了很多历书的大家 比如说何少基 伊丙寿 赵之谦 这些人写的字啊 都有各自的面貌 非常独特 那同学们如果要学啊 一般都会建议从 清朝的历书开始写 因为他非常清楚 主要他是墨基本 那如果说你要从 汉朝的碑开始写 老师刚才讲的 乙英碑 李契碑 史诚碑 那这些碑科啊 因为已经两千多年了 所以上面很多都风化掉了 很多地方 不是很清楚 那你可以找一些 修复的版本来写 也是可以的 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 历书 是在秦始皇时代 所慢慢形成的书题 那我们一般都说 陈廟所整理出来的 然后历书在汉朝的时候 是他的文字 可是汉朝过了以后 就变凯书了 历书又被改革掉了 然后一直到 隔了两千多年 清朝以后才开始 又有人开始写 而且写得非常好 所以历书大概两个朝代 写得非常好 一个就是汉朝 原本的时代 第二个就是清朝 这两个朝代 历书都不错 故事讲完了 下次再见 拜拜